Rafino 1933年中餐館 今天咱们又过来了 这边也有啤酒 这边的云吞面非常好吃 人挺多的 现在人少了 把这个门关上 哇 这边在整理啊 今天又跟孩子老婆一块儿尝美食啊 这个1933年 以前跟小松的爸爸妈妈也在这吃过啊 这边有茶点还有的云吞面 辣椒酱好几种啊 同色的辣椒酱 还有这种辣子油 这种辣椒酱 还有这种 这种辣椒酱 绿的 非常好吃啊 印尼吃什么都有辣椒酱啊 好了咱们先加水啊 所以这种辣椒酱 还有这个辣椒酱 有这种辣椒酱 还有这个辣椒酱 有这种辣椒酱 这是什么呀 他正在烧水 你看那边人挺多的 吃完饭刚走 他现在准备超多 你看这些菜单 你看这是云吞面 它的主打 还有炒柜条 这是宽面 炒这个火条 就是干炒牛河 这也是汤的牛河 河粉 米粉 这个是海鲜的河粉 这个也是招牌 很好吃 炒饭 盖饭 这是海鲜盖饭 鱿鱼 鱿鱼 干花 牛柳 黑椒牛柳的盖饭 印尼搭配什么都是米饭搭配一个东西啊 最重要的是他里边还有这种茶点啊 除了你看 有这个皮蛋兽粥 豆沙包 春卷 还有炸的这种蝦的这种卷 还有炸的这种卷 凤爪 小笼包 炒烧包 比较有特色的炸这个瓶菇啊炸蘑菇 还有这个炸豆腐 比较有特色啊 喝呢 这边喝的有啤酒啊 喝的有啤酒 喝的有啤酒 你看 这边有啤酒 印尼的啤酒就是红杏啤酒 这边有啤酒 黑利根德国的啤酒 黑利根德国的啤酒 印尼的红杏啤酒 多不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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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小时营业啊 对这边 对这边 咱 咱 咱咱 咱咱 咱咱咱 咱咱咱 咱咱 咱咱 咱 小松就点了一个云吞面啊 在云吞面这边挺好吃的 还点了一个四川炒猪肉 琪琪一般会喜欢吃叉烧包啊这种啊 叉烧包什么的 是的 不得了 对 最早的时候 小松跟老婆常常来这儿啊 很早以前了 以前这个Pick Pick新区这个地方呢 只有这一家是有卖啤酒 当时啊 现在有很多中餐馆有很多了 而且当时人还不是特别多 现在前些年人特别多爆满 因为他这边有啤酒 而且24小时营业啊 所以那个我记得有一年是世界杯吧 这边人特别多看足球比赛 哦耶 谢谢 谢谢啊 你看人家还可以加这个水 刚才烧开了已经 他这边的茶特别好喝啊 以前小松也问过是什么茶 后来小松也回家买这个红茶 好 OK 谢谢 谢谢 而且他这个茶是免费续杯的啊 你喝多少都可以 就配 就是附一杯的茶水 今天小松就不喝啤酒了 平常 平常过来会喝一些啤酒啊 今天咱们就喝茶了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等一会儿给大家分享那个云吞面啊 好久也没在这吃过了 今天大女儿跟这个同学一块儿啊 就没有来 小女儿 真菜菜 上了啊 这个就是 海鲜火条 海鲜河粉 海鲜河粉 那有虾 鸡蛋 胡萝卜 鱿鱼 还有鱿骨 还有鱼丸 挺丰富的啊 这一大碗 这一大碗可能是20块钱左右吧 20到25左右 起起爱吃虾 很热啊 小心啊 热 这个辣椒 哇 面来了 三家四川 四川炒肉 这个是云吞 云吞面 谢谢 云吞面里边有鸡肉 小女儿点的也是啊 你看这个面 很细啊 很筋道 干拌 干拌面啊 云吞面一般都是干拌面 然后汤分开 云吞 这个云吞 那汤是新鲜不新鲜啊 不 鲜不鲜 有味道 鸡骨汤 这个一定得放在外交酱 这一包咱们都遮进去吧 搭配这个辣酱非常好吃 辣椒段 辣椒段 如果真要吃饱的话 可能也吃不饱 也点两份 嗯 鸡道 特别筋道啊 这大杯辣椒酱很有味儿 嗯 汤很鲜 这边很 很像这个广东啊 云吞面 嗯 非常鲜饰 非常鲜饰 嗯 还有一个四分炒肉 配米饭 下饭 嗯 炒的很像 超级 很新鲜 肉很鲜 挺有味 哇 美味 蝦 好 好吃 somehow 很香 这些不腻 他这边味道还真不错 如果 网友们如果到这个来自达 实在是吃不惯印尼的本地菜啊 就来这个饭店真是不错啊 好了小松跟老婆跟孩子就慢慢吃了啊 印尼小松在1933年开的这个 这个老店 中餐馆啊 欢迎大家收看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关注 一碗云吞面 我们下期视频 一碗云吞面 两碗云吞面 一碗云吞面